好 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免費的3D模型資源 那麼 各位呢 您從我們這個 就是 檔案裡面 上面有幾個 我們的教材裡面 這裡 有幾個 往下走大概在第五頁左右 免費的3D模型資源 那麼官方網站上有 另外一個呢 這個 我想各位可能有聽過一個叫做Sketchup 有沒有 Google的 那個3D軟體 它上面就有我們的那個什麼 就是總統府的啊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你找一下 按右鍵 前往 好 直接搜尋總統府就好 來 你看這邊有沒有很多模型 因為呢 我們的那個 這個Sketchup 3D其實 好 你看我找過有沒有 有看到嗎 這個在這裡 那這個檔案不大 因為它是那個什麼 Sketchup的那個檔案 所以 它 Sketchup跟我們Sketchup 3D有什麼不一樣 Sketchup 也強調就是它是簡單啊 但是它有一個比較弱的是什麼 輸出的部分 輸出的部分它主要輸出就像各位現在看到這一種 它就比較沒有那些光影的變化 因為它本身是不把那個 那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渲染的那個引擎 它主要是以匯組為主 就變成2D 3D這樣子 那所以你如果要這個 你很簡單就直接來這邊 有一個下載 在那 在上面 有沒有 然後你就 看你要拿一個 版本的 可是呢 我們現在要用的 假設你是共通格式的話 我們需要用的是KMD Google地球 Google地球 KMD是共通格式喔 所以 Google地球也可以放模型 Google地圖都可以放的為什麼它不能放 對不對 好 這樣就可以把它存下來 好 就可以把它存下來 那麼 你就可以拿到我們裡面去 那等一下我再講怎麼放進去 我們再找一下 還有一個我比較常用的是這一個 看一下 有一個叫做 這個 我好像這邊沒有更新喔 這邊是舊的 沒有關係 另外一個 我們看一下這裡 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3D模型資源 有一個類別喔 你把它打開 裡面也都有 那你找到這個免費3D模型 第二個 打開 點進來之後在我們的 這一個 這就是我剛剛介紹的 這個 我是蠻常進來的 因為他只要你給他20秒就好了 20秒看一下廣告就好了 他有幫你做好很多分門別類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現在3D 為什麼 也會慢慢流行 因為 跟我們圖片一樣 有沒有 網路上有很多圖可以找 你就不用說 這個我要自己拍 那個我要自己設計 我找就有 3D模型也是一樣 比如說你想要找找 像這個 小小兵的對不對 你也可以找小小兵的 你可以看看有沒有 最近比較流行這個BB8 上面也有 所以 有蠻多的 當然 你如果要找的話 就不要找那個付費 他有的是有付費的 來 我們看一下 看哪一個 好啦 假設你要BB8 鋼鐵人 你要找的時候呢 你盡量找 所謂的共同格式 一般的話 有一些共同格式 包括什麼 OBJ OBJ 或者是 3DS 你看一下我們講義上有特別提到 在這個 3D的這個軟體 裡面 好 離開了 好在這裡 共同格式 在這裡 一般最常見的 OPJ 3DS DAE 有沒有看到 KMZ 那這些都是共同格式 就好像圖檔 你用JPG PMG GIF 這些是大家都可以共同的 那萬一如果你真的 就怎麼樣 就不是這幾種格式 我們有幫各位準備一個叫blender3D 那個也是open source的3D軟體 所以我們剛剛一開始 延期的時候跟各位講那個軟體我只是要給你過水汆燙用的 萬一如果你找的模型 不是他 就是Sweet Home 3D所支援的 那怎麼辦 只好進到裡面再出來 轉成 一般我是比較鼓勵各位用 OBJ的方式 OBJ 因為他可以帶那些 材質 帶材質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是比較喜歡這一種 那3DS通常都是只有模型而已 可能他是表面的那個材質 就不見得有 就不見得有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 看一下 你可以去哪邊 去找到 你要的模型 那麼你找到之後呢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囉 你看 我從這邊 比如說你找到 我就從這裡 家具有沒有 你 雖然他用 3D模型 但因為他本來就是室內設計 所以他用家具 然後 走這邊 插入家具 看到了 點一下 然後他就告訴你 他支援這些模型 你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直接從這裡選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我已經知道 我下載的檔案在你直接拖一進來 丟到這邊 也可以 意思是一樣的 比如說你看我剛剛的 那個在哪裡 不知道放在哪裡 在這個裡面的樣子 假設我拿這個 反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Apple的 Apple 有沒有放在那邊 後面我是OPJ 所以我就用拖曳的 按住拉來這邊 放進來 有沒有進來 對不對你就可以先看一下 看幾顆有沒有 看很幾顆 就不要用 然後他進來會給你看一下 四個角度的 四個角度的 然後再下一步 好 然後他就問你囉 請問你這個待會進來之後模型要知道什麼名字 他的大小多大 有沒有 然後他可不可以移動要放在 進來的時候 他的懸空高度要放多高 這裡都可以先指定 等於說我從這個模型丟進來就是這麼大 那如果說 你希望 我以後這個模型不要那麼麻煩 每次都這樣丟進來 你可以把他 這裡 有沒有一個增加到目錄 有看到了嗎 你如果這個有勾 他就這個模型會一起 一定放到這個目錄裡面 下次就直接從裡面找就好了 這樣有了解的 所以 這樣比較 不用那麼辛苦 你看我把勾起來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就有很多類別 有看到了 比如說我通常會放在試驗區 試驗區是中文版這邊才有的 中文版這邊才有 好 那我就把它按繼續囉 所以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擺進來了 然後呢 就把它放到上面來 你看 自己會爬樓梯有沒有 這不是要拜拜用的 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當然 你在會模型的時候會有很多問題 所以很多問題就是說 你會進來 有可能有模型進來 但是怎麼樣 材質沒進來 這也有可能 因為有的模型下載的時候 他雖然給你看到 比如說看到 像我們剛剛那個 可能你看到的是這樣 可是呢 實際上他可能不包含那些材質的貼圖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因為有的人他覺得 我要分享給你 我只要分享模型就好了 那 有的是他軟體本身的問題 我就是讀不到你那個 當初設計的那個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還是會 進到一些所謂的 3D軟體 去做轉檔動作 讓他轉出來比較標準的那種 3D軟體可以共享的 這樣了解 這樣會不會早了 給各位試試看看囉 還給你囉